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出现在这里 和朋友们一起 带走不应该出现在这片区域的东西 过去十几年 嘎秋和同伴们一直坚持这样去做 这里是三江园的西北角 北纬三十五度 这里是黄河的源头 多数时候这里空旷清浪 即使在温度最高的八月 气温也很少超过二十五摄氏度 财人和索南是嘎秋的孩子 是兄弟也是最好的玩伴 在广袤的草原上 尚未成年的孩子 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 四百多年以来 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 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 最近的一户人家 晚上 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秋讲故事 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 也有他拍到的动物 很难想象 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秋和他的家人 会以这样的方式 与七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 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 嘎秋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 所以没能亲眼见到 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 是怎样百转千回 最终汇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河 但是他很清楚一点 不能放任源头存在任何垃圾 从前 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 种植青蛤 生活中的一切产出 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 所以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这只要是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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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这边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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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 你怎么做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 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 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 看似随意 却极正中 既是平凡生活 又是深刻信仰 现在 嘎球和伙伴们负责收减垃圾 而他们的朋友尼玛 接受后续的工作 尼玛要开将近两个小时 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运走异象垃圾 从2015年开始 一百一十二个当地牧民 与政府合作 成立了黄河园环卫队 旷野中 醒目的蓝色垃圾箱 成了黄河园头的又一个风景 河园环卫队 河园环卫队 逆流而上 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 也许答案就在身边 康巴人感恩自然 众生平等的传统信仰 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 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 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 提供了安全水源 这一切 源于他们内心之中 朴素而自然的生活态度 生态平衡 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 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 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 那些进水而居的牧民 一直保持着济水的仪式 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 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